大家好,我是将军 请大家谅解一下 今天的录制环境可能有点简陋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投那个窗口 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 然后给大家看到的是我的一个桌面的视频 所以说这边是一个填充窗口 如果大家看的不大习惯的 也请谅解一下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句国战视频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打的 讲一下思路性问题吧 达的也不是说很出彩 但是有几个点可以给大家去讲一下 选将问题的话呢 其实这个选将还是不错的 闪不闪阻 不是闪不闪阻 就这个选将还是不错的 竞龙加庞德 因为庞德容易断杀嘛 但是因为吕布嘛 就本身还是一个比较强的武将 所以我这边去选了吕布了 吕布加潘放 大家不要黑潘放哈 潘放本身是一个比较强的武将哈 内国手量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然后就是幸福七选一 选了一个周泰恭喜你 因为这边已经打出了周泰 所以说也不用去驱虎我的哈 如果驱虎我的话 可能会给这一张十或者是二点 这几次比对我来说还是比较 呃 比较希望留着的 大家可以看这样的一个细节哈 郭家和司马懿出来了 出来了完了以后 这边有循玉的情况下 后志位三连作三斜的都没有亮出来 这个甚至说掉血了对吧 那基本上后志位都不可能是个魏国了 可以标明罢了 长生的大概率就可能只有这两个魏国了 然后我的队友孔戎亮出来 孔戎亮出来了以后呢 呃 实际上他潮口比较小哈 因为他是一个单孔戎嘛 虽然说亮一个画坨 但是前期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去打他 什么之类的东西 总的来说的话呢 伤害性还是比较小的 虽然说他画坨比较超风 但是孔戎的话这个将太弱了哈 铁三角的话可能出现有点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队友 幻影刚落完了以后张角就出来了 抱歉抱歉 我刚刚是不是忘记讲了一点思路哈 这张顺手不可能去顺他的哈 顺他的以后我就跳身份了 我贴国家位 国家肯定是干我的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 开那个桃园结议是因为我手里要有虚报 所以说给国家回忆写 我觉得无所谓 给国家回忆写的话 反正两个卫国 他们肯定是要打卫的 国战丑卫嘛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明白的 那么样的一个道理 呃 然后后置卫 这个是我们看过的香香 等一下如果打的话呢 还是打香香会比较好一点哈 师傅不在家主 组合 师傅不在家 我和师傅摸摸打 这个是一个明显的权力抗位组合哈 然后他去压了一刀张角 这一刀我私心觉得哈 压的比较 比较不好 就是 反正可能他有他自己的私心吧 因为本身他也不是群雄对吧 这个反馈不好哈 这个反馈给大家以前讲过 不要反馈回合那队友的那个手牌 这边打去打张角 我不建议去打张角哈 我觉得这个打可以去打黄月鹰 压黄月鹰的血线 因为张角这边肯定是受不了的 因为你玩卫国的话 就卫口玩的大一点 这个也是给大家明白的 那么样的一个 呃 讲的一个道理哈 这边鲁肃 再加上这边的孙上香 吴国是形成了一个大联动的哈 所以说如果是卫国死了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去控一控吴国的 就是看什么时候出来 才是最好的一个时机 这个是需要去理解一下的 张角这边抱的是明的没有闪的哈 所以说国家这边去压了 这个吴国开的非常的不好哈 这个吴国他估计出来是想要找桃子的 但是这个位置开的吴国是真的不大好 董卓 董卓出来那张角的血线肯定是能压起来的 并且这边亮了一个孙上香 亮了一个孙上香 我的位置我有距离嘛 等一下 嗯 国家死了 国家死了以后 然后我和张角可以形成一个小联动 就是我去杀张角 张角两刀劈死 孙上香可以 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是周泰嘛 孙上香这边已经不可能是周泰了 张角这边也挺有意思的去控哈 挺有意识的去控 他就控了孙上香 是奶嘛 我这张无限可击犹豫了很久哈 因为国外快放你们肯定察觉不到 我这张无限可击明的跳了一个群雄的哈 几乎是一个明的群雄 因为我玩蜀国和卫国 我肯定不是卫国对吧 我玩蜀国的话 其实没必要去打这张那个啥的 因为现在蜀国不是开大局 群雄和内稿 巫国可以形成一个对垒 黄英英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是一个比较看戏的那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这边顺分几乎是跳明了 跳明了 然后我的队友孔容去乱了一下黄英英 我觉得这个是当时没有想到的哈 因为在我的视角里面哈 我们直接干死孙儿香了以后 下一步我和张讲的联动 白衣狮子限制掉了以后 是直接要落雷在黄英英的头上的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无双没有亮出来哈 因为这个后点这个是第一 然后第二点是我想保这张杀哈 我怕我和内摸不到杀 外面还有无邪可击哈 这张远胶是开不出来的 这个给你们亮了以后 你们就是可能没有发现 有两张无邪可击外之位 这张远胶进攻一定是开不出来的 没有办法 所以说就不要计较说 我的排序可能是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远胶进攻不先放 完了以后怎么着 这张远胶进攻是放不出来的 然后他拆的时候 竟然没有去拆这张白衣狮子 也可以理解哈 他想去保下我的命 完了以后 我的队友下回合的时候 做的就不是很那个了 恐龙这边打的有 算了 逼逼坑荣 恐龙打的好 这边其实哈 我感觉哈 他给我杀是最好的 因为我这边是容易断杀的 因为我和张蒋形成一个联动 我这边必须出杀的 这边肯定是有奶的哈 完了以后 我扮雪梦牌去找一张傻 刚好找到了 这个南蛮没有必要放哈 南蛮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一张好怕 直接立刻继续找到 直接干死去 进一个三打二的群 进一个三打二的群了以后 然后这张乐乐祝逢 基本上我们恐龙 再拿一波 我们就稳了哈 也不是说稳了吧 反正是能不能打 因为这边有一个鲁肃码 这边张蒋 顺手 还是没有去拆这张白衣狮子 我当时觉得好愤怒啊 我当时在打那个直播 我觉得特别愤怒 你这张鲤鲤明显的 吐死不掉 虽然想吐死不掉 黄元一用的 我和你一个联动 你能弄两个雷 你为什么不去那个呢 不去拆这张白衣狮子呢 对不对 他手里没有 没有那个了 没有黑牌 他手里都是红 这个 这个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并且这波换的黄元一用的牌 我不可能去落张角的雷的 所以说 再说一下张角手里没有杀 因为他当时顶着联弩去杀黄元一用的 然后去先决斗 决斗了以后 然后去拆了他最后一张牌 张角这边直接去收了他 这个运气成分真的是太大了 理论上来讲的话 确实应该去拆那张白衣狮子 这个是打需要注意的 然后给黄元一用留手牌 因为黄元一用那一轮必定被落 他的手牌有可能和张角互换的 对不对 并且那张八卦 他手里最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必须要留一张黑 不论是黑杀还是什么东西 必须要留一张黑 完了以后 八卦真是一定不能脱掉的 因为八卦真和我进行了一个联动配合 这个是 当时如果杀的话 就是可以需要考虑的那么一点吧 今天也是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完了以后 做一个小视频交流一下哈 不要碰我为什么这么短对吧 有视频就不错了 还碰我短呢 真的是啊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